一般民眾開車上路難免會有內急的時候 會尋求附近店家外界廁所 不過新城北埔有一家咖啡店 因為廁所故障正在維修 因此暫停開放給民眾使用 沒想到卻遭到一名女子反嗆 甚至直接闖進員工辦公室隨地解放 雖然事後她有用衛生紙稍微擦拭 不過一旁的咖啡豆已經被污染了 店家在調閱監視器時會發現說 這個女子開的居然是縣政府的公務車 誇張的情形也讓她們也覺得很錯愕 一名女子匆匆忙忙地踏進店門 沒多久與店員起了爭執 因為想借廁所被拒絕她竟賴之不走 過沒多久女子直接衝進員工辦公室 當場脫庫便利再若無其事地開車離開 我們家廁所故障 然後自己也實在很大 然後她就硬要上 然後她就後面講一句話 就說什麼你信不信我等一下 就直接送在你們店裡 事情發生在花蓮的一間咖啡店 十六號下午四點半左右 女子因為尿急上門借廁所 不小心碰到廁所故障維修 店員無奈表示不是不借 是真的沒辦法借 沒想到女子選擇究極解放 結果我在打電話那段時間 她人就人間蒸發 結果她是在口名上廁所 她是在我們辦公室裡面上廁所 由於辦公室散發出濃濃的意味 店員調閱監視器一看 才發現女子在裡頭便利 還污染了一旁價值八千元的咖啡豆 你在怎麼樣擠 也不要進去唱吧 我有點不誇張 因為要互相體諒 受害的店家已經報案求償 同時也意外發現 女子當時開的是公務車 根據掌握 她的年紀大約五十歲 是縣政府農業處的員工 同仁她是我們的正式員工 當下應該是執行完勤務 返回辦公室的路上 同仁狀況呢 我們也還在了解中 我們一定會秉公處理 縣府承諾將對女子的 適當行為做出處分 只是內急想借廁所可以理解 但隨地便利時再離譜 不僅丟了形象 還成了最壞示範 記者許立請花蓮採訪報導